对于现今社会有许多外籍人士以及新住民充满在我们身边四周 而在国庆乡南港村的南港国小 虽然学生人数仅有15名 则有8名学生报名参与越南语营 而这些妈妈为了想教导自己家乡的语言文化 所以邀请了几位同家乡的学生家长 一起来教导家乡的语言 教这些是基本的像数字还有越南的发音字母 还有一些问候的 这些是基本要教的 这个教完我们也会教他上歌上越南歌 这样子让他们觉得会开心的会来上课 在老师非常用心的教导之下 小朋友拿着麦克风唱着越南歌曲 虽然还有许多不懂的嘴型及发音 而让小朋友唱得有点羞涩 现议员邱美玲也对学校教导语言文化的用心 表示肯定及赞许 能让小朋友学习更多语言 相信在未来的成长路上一定会有所帮助 其实只要我们本身具备了有很多国家的语言 其实对以后未来的发展 人生的发展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那我们国信乡我知道 据我所知就是新住民的部分大概有800余人 那尤其是我们比较山区的 像我们南港这边新住民特别的多 所以学校办这个活动 我想是有助于我们的小朋友 把自己的母语产生兴趣 然后把它学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演习 甚至于我们在每个学期的课后辅导 也可以办理这个母语的教学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性的 语言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桥梁 如果能从小时开始教育及学习语言 将语言能力向下扎根 不但能提升孩子们的语言能力 也可以让他们学习到 自己母亲家乡的母语文化 记者李永胜国姓采访报导